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常文乐图来讲 这本书有什么样的规划 这本乐图书 我们规划了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是现代视野 在现代视野当中 我们收入了长短 一千字上下的完整百话文 第二个是古典风华 古典风华当中摘入了 长短适中的文言文 另外我们也增加了第三个项目 时空难道 在时空难道当中 我们让文言文和百话文 自动发生对读的思考训练 带领着我们培养阅读常文的习惯 也让阅读能力自动收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